嗨,欢迎收看理财悠悠半直播频道 今天是礼拜二日下午四点半 主流产业选股数 我们欢迎产业队长张杰 哈喽,悠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哈喽 邱小妹 哇,大家好 对 好 今天怎么回事 今天线上人数比较少 那没关系 虽然人比较少 我们一起哭哭之外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先分析一下 就是今天的大牌 因为说到美国就是疫情那边 好像更为严峻的一个考验 然后 就是他们大选又将近 是的 所以最近就是他们高档有点回落 那今天呢 台股有点少到台风围的感觉 虽然最后还是就是找盘比较低 然后有点拉回来 但是接下来应该会怎么走呢 就是队长怎么看 好 欢迎陈玉还有郑凯 郑凯很常常留言 这里呢 欢迎按赞分享刷爱心 好 那其实盘式分析的部分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剩下一个礼拜左右 一到两个礼拜 那事实上我跟大家直接讲结论 不管谁当选都影响不了景气复苏的一个方向 那也不管谁当选都不影响整个全球央行印钞票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行情 所以结论是会长 结论是会长 那 结论是会长 那当然拜登跟川普谁当选的不同的剧本 那之前已经讲过了 我认为川普如果当选就直接涨 川普如果当选就直接涨 那拜登如果当选 那参议院又被这个民主党拿了比较多时 那大家会有升息的疑虑 那一般来说换了执政党他也不会马上就升息 例如说又又今天直接当上了这个Smart社长 他也不会马上就裁员 他可能会过两个礼拜才裁员 所以原则上 这个拜登他就算要升息也是在明年或后年 所以就算拜登当选 那最坏的状况发生 也是整理一下又继续上 那当然不要有争议是最大的问题 那我想整个疫情的部分 其实还是没有控制住 还是没有控制住 但我们今天还是把时间回到一个大盘 这个部分在产业队长的脸书来说 每一个礼拜都有帮大家做 这个假日不休息解盘 假日不休息解盘 那其实这两条绿线已经放了两个月 从这个24,600到27,500 这一个这一段下跌的一个密集整理区间 我帮大家画起来给大家看 这个黄色的框框 事实上就是密集交易区 那当然下沙这一段也是沙出量 那就看这一段 也就是这一段中间 事实上就是一个强劲的支撑 包括这里 这里是不是有很多天 这边将近两个月的整理 所以画出来这两条线 事实上把这一个密集的整理区 其实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支撑 那这一次像昨天 昨天跌了700点 事实上都拉了下引线 事实上也没有跌破前波的一个低点 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整个这个盘式的部分 还是在这里做一个横盘整理 那我们回过来看我们台股的这个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一样在黄色的箱形区间 那尤其是这个很高档的在整理 主要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也就是说台积电在撑着 基本上就是各个主流产业的一个表现 很多主流产业的表现 基本上根本跟大盘无关 根本跟大盘无关 像这个很多 例如说像航运 这个长龙有创新高 那像我们提到过南地生风 也是持续的创新高 那包括风力发电 包括太阳能 包括半导体 包括资产营建 基本上强者很强 所以最后补充了 今天不花时间在大盘 K型的复苏 K型的复苏就是这样 好的股票会很好 不好的股票会很不好 上一次其实已经讲过 这就是K型的复苏 现在就是全世界呈现典型的K型的复苏 这个部分 你们把对的产业挑出来 我想在对的路上寻找 好的股票 才会事半功倍 这个亦飞 哈喽 鼠尼 欢迎按赞分享 上个礼拜分享的杯子 跟这个都已经抽出去了 那这个 队长回去看了一下 家里面大概还有100个杯子 所以我们可以直播再抽50次 那这个 今天没有带来 但是还是 这个 欢迎大家按赞 分享刷爱心 如果搞不好 这个分享的人数过了 那队长又继续就继续就 这个 筹杯子 吴玉琪超奖 吴玉琪超奖 对不对 好啊 好 那盘式的部分 队长有补充 OTC的部分吗 OTC的部分 事实上也是大概就在这个箱形整理区间 那这个部分其实亮缩的很明显 那其实在整个两个礼拜之前讲的都一样 好像这个盘式大盘也一样 亮缩的非常明显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整个资本市场 也就是smart money 资本市场大家在对于川普跟拜登的事情 大家就觉得稍微听看听一下 就是说一直觉得好像一万二一万三万二万三 他们这边心里有个障碍跨不去 那我们跟大家做一个问答 这个 这个黑夜 问一下悠悠 如果你回到了石器时代 就是 你就是没有手机 然后你去打猎 我看到前面有一批同伴一直往后狂奔 这时候你会怎么做 应该会跟他们一起狂奔 没错 这是animal spirit 这个叫做人类的本能 人类的本能为什么会 前面不管是老虎来 当然是要跑 那老虎老鼠来了 还是跑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人类的本能 但是逃跑的本能 为什么没有办法用在股票里面 各位看直播的同学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你要恐高 其实你所有股票觉得危险的时候卖掉 不过就是几分钟的事情而已 卖掉股票多久 三个小时 三秒吧 又可能有18亿操作部位三个账户 没有我刚很认识在思考 主比戳和金价戳 对啊 好像队长会比较久 因为队长可能有零股 队长都是零股 那现在刚好这个不用等收盘 零股已经 盘中交易了 那这个部分原则上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动物的本能 动物的本能 为什么没有办法用在股市上 其实大家可以认真思考一下 认真思考一下 其实你只要做好这个随时 例如说你可能持股高一点的时候 你做好你的这个危机的处理 那例如说你把我们就讲南地好了 你把南地的时日线写在纸上 那所有股票的这个停利点跟停输点写在纸上 遇到这个真正跌破际限或是大盘风险的时候 那纸拿出来 那照着做 这样子其实就结束了 那因为毕竟到十月其实大家都赚很多钱了 举例我们在脸书上公开过的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三月四月的时候我们看的是南六跟敏成 后来涨一倍 那四月看的时候是星象 从三百涨到九百是涨了两倍多 虽然队长也很早被死掉了 那五月的时候讲的是申华科 是做这个COVID解药的 申华科今天也涨停 那时候是一百多块钱 一百零一块 然后涨到三百块 OK那六月讲的是市值 市值也涨了两倍 七月讲的是国产跟联发科 八月讲的是新路 九月讲的是元金 元金到现在已经十月底了 还在创新高 OK 所以致富一定要趁早 今天就是趁着盘整 跟大家说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你准备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把它碰撞出来 什么叫碰撞出来 就是所谓的这个强势股 强势股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找寻 对了产业的挖掘 你让你自己一直充满机会 虽然我们股票也有涨也有跌也有修正很多的 可是你维持一个大赚小赔的节奏 我画一个阶梯给大家来做参考 这个部分 我先帮同意结论一下刚刚队长说的 就是以目前来说 因为市场就是还是在观望 就是美国大选的一个状况 所以导致目前就是现在每天成交量 就大概介于1600亿左右 然后呢 队长认为说这样的盘整趋势呢 可能会一直到大选结束 但是选后呢 不管是川普上呢 还是拜登上 基本上都是会往上走 他觉得预测推测可能 但是只是看是立即涨还是晚一点涨 没错没错 所以现在就是等美国大选之后呢 趋势更加的确定 没错没错 哈喽陈天明 哈喽看明 对看明兄这个 真凶看明是上一次抽到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马克杯的 那如果没抽到 这个记得再留言 应该会会在今天寄出 会在今天寄出 然后这个不要只记得 叫标谷万词王 记得按赞分享 刷爱心 好那刚刚讲完了 这个过去 顺便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这个是我们今天 今天的这个又有同学 朋友对账单 他有这个130分 其实就是南帝 南帝其实已经讲了一个月了 那到一个月到现在还在长 事实上其实就是一样 抓到大鱼不侵犯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心法 那最后跟大家讲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 那第一个 什么叫抓到大鱼不侵犯 在这个量缩整理的时候 我们在脸书有公开 在我们的主流财产选股数 也有这个南帝的报告 那整个股票出量攻击 投信进来买之后 往上持续一个攻击 好 那股票就沿着五日线上涨 那为什么有的人已经卖掉 为什么有的人这个 没有办法看对压大爆场 我跟大家说现在的结论是这样 怎么样卖 怎么样如果例如说你卖衣服 衣服的价格每天在涨价 那你的营收获利是不是会往上调整 对 所以南帝丁金五家的报价 我们在赢家群属里面 每天都跟大家更新 那就以基本分析来说 根本没有跌破 那为什么你会把股票卖掉 事实上很简单 第一个这个买不下 是因为你了解的不够 那抗拒的是你放不下的心魔 所以这个部分很简单 会涨的股票你越来越不敢买 那你敢买的股票 其实它越来越不会涨 那套牢的股票也不会卖 那小赚的股票却卖很快 为什么卖掉的罪标 没买的罪涨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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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对股票的执念 执着 中心思想 还有目标价 还有本益比 还有这个 简单说 你对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不够 对它的故事不够了解 对它的故事不够了解 所以一样 上礼拜队长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不要看图说故事 也不要看数字说故事 是要了解故事才会产生数字 所以强势股仲信念 你要对它有想法有做法 那我跟大家做结论 本来第三季赚两块钱 也快要公布了 那上半年赚0.8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没有记错 第三季的季报会在11月15号之前公布 11月15号 那时候已经有跟大家预告 整个第三季是赚赚赚赚上半年 那这个是1.59是上半年 第三季是两块 第四季是两块 这样子就是5.6对不对 没错 第三季也第四季 好 那如果报价一直在涨 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 那获利不就是要往上修 那如果获利往上修 我们就抓一个大概的数字6块钱 原本的本益比是13倍 原本的本益比是13倍 那我们说65块 那现在本益EPS往上修之后 不就又往上了吗 那如果本益比是市场给的 我想已经上一次的直播讲的是生风 那对比去生风的本益比可能是15倍 整个族群可能因为疫情又在延烧 那这个乳胶手套的需求 一定又会再暴增 那本益比如果再往上提升 那你们自己去算 这个东西不就是可以再往上 然后例如说6块钱 好 乘以15 这样是多少 又又说的 不是我说 没有啦 开玩笑 所以事实上 整个一个随势而动 因实质疑的原因就在这里 那当然 你要把获利算得出来 你要把股票的这个 想法跟做法 结局 格局会决定你的结局 所以第一个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抓到大鱼不轻放 你真的很紧张 觉得好像赚到钱要吐回去 你就设一个五日线十日线 这个又三岁就会了嘛 五日线停立法 那这是强势股操作 第二个 你看成交量 算成交量没有爆量 因为你必须要爆出很大量 才是有人出货 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 像又又男帝有十八万张 那你出货的时候 可能要丢十八万张 那就是要有爆量 才是主力出货 OK 所以如果你有男帝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货 这个 去又又的FB留言 我什么时候要卖 开玩笑 真的开玩笑 简单说就是 出量就是主力出货 那既然没有出量 线型 题材族群 从而线型 产业基本面 你用这几个很基本的面向来 框助你自己 然后来让你自己做一个多方面 购面的思考 你就知道股票怎么做嘛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你还是要在我们主流产业选股数里面 有这一份报告 有这一份报告 这个部分 要能够有人帮你做产业的研究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南地的一个部分 刚刚大哥其实有就是讲两个出场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呢 你可以参考移动平均线 是的 就是移动停力法 就是你也许如果去做比较短期 就设定比如说五日均线 对 那如果比较长期的话 延续是二十日均线之类的 是的 这可能看个人操作的期间 没错 那第二个停力的方法呢 就是看当天的成交量 没错 如果有爆量的话 对 同学如果担心的话 也可以就是先部分 或者是全部出场也可以这样 OK 然后又讲了一个重点 事实上 那每个人都想卖股票 或者是每个人在过去操作 很容易紧张 怕四半怕不会的过程 都会觉得好像赚到钱 要吐回去 那又刚刚讲一个重点 我队长再跟大家补充 这个叫做交易策略 来弥补你的心理跟人性 那所谓子母操作法 例如说 一次买南地你可以买二十张 都买双位数 那你觉得这个部分 已经到达你心目中的一个价位 你就先出十张 那最少你还有一半的部分 然后这部分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交易策略 然后叫做子母操作 子母操作事实上不是很难的技巧 你把牡丹留着 你把一个一部分 简单就是部分操作 这个部分就算一直涨 心理压力也不会那么大 因为其实做股票 很多人其实有一个心理压力 就是说他卖掉股票大涨 或者是一直涨 会觉得说不敢追回来 那事实上正常的操盘人 都没有这个追不回来的 很难的 OK好 那大哥接下来要帮我们分享 就是最近比较夯的产业 是的 包括了太阳冷还有风力发电 没错 那我们今天讲一下风力发电好了 风力发电 那风力发电其实是一个贯穿两年的产业 那讲之前 这个都是旧的啦 旧的对账单 一样 一样就是刚刚讲的 大盘回挡日 努力研究室 你不要让你自己对新的事物看不见 看不起 看不懂 跟来不及 OK 这个部分你就会输在 输在所有的绩效 脑袋的深度 就定你这个 钱包的厚度 口袋的深度 口袋的深度 那太阳的产业 我们现在有线上的这个 网路上线上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 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 好 OK 在大哥找寻的过程中 是的 大家以为我要扫苗客户吗 没有 那你要做什么呢 刚刚刚刚讲了一段 按赞分享刷爱心 对 有一个感想就是 前阵子我朋友就问我说 现在台积电这么贵啊 存果还继续扣款吗 什么之类 后来呢我们就聊聊聊 就讲到说 你延许台积电90块 100多块 然后到200多的时候 你那时候 可能也会想过一样的事情 可是就像队长说的 一家好的公司 没错 你可以就是稳稳的 可以重复来回操作啦 可长可短 那原则上 那原则上 一样 这个 什么时候把心静下来 什么时候把股票的产业趋势 基本面 踢在竹林创造现金搞懂 你就可以赚到他的钱 那 阿里山上的神木 其实不是在 你看到了 是在千年以前 种子落下的时候 就决定他是神木 OK 所以一样 这个东西 有些股票涨多了 有些股票还没有涨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像这个重电三雄的四季缸 上尾跟永冠 永冠因为发CB 最近修正很严重 那这时候就提供一个 很好的一个相对位置 那上尾也是一样 过创新到之后拉回整理 那甚至重电四雄 重电四君子 然后还有电缆双帅 其实我们来简单解一个 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1618的合肌 好 合肌 这个线型也是 大家都能够了解 这个线型就是 涨整理 涨整理 出量又创新高 那这部分我们就来看 合肌做电线电缆的 电线电缆 那我们可以跳到 我们在第260页 连台船 红泰 这是有200多页的讲义 所以如果 你们对风力发电的产业有兴趣 这个产业可以研究两年 也就是说 举例 像世纪缸 根本不管川普或拜登 还没选之前 就已经从5块钱涨到100块了 我们来看9958的世纪缸 9958 我们把它现行缩小 这此事无关风雨月 这个部分 这里 世纪缸从2018年 5块钱涨到 2020年150块钱 对 此事无关风雨月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台湾 在我们风力发电会走自己的路 什么叫做走自己的路 很简单 我们台湾海峡能不能得天独厚 那台湾海峡的这个 风场 到底能不能做成 把这件事情搞懂 那我简单跟大家讲 第一个 像这个风机 就是在海上 对 它有两个结构 一个叫做海上的一个平台 一个叫做路上的风机 把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所谓的海上的风力发电 那风力发电到底能不能做 第一个 再生能源是趋势 我想我们也不用多做争论 在全球的太阳能跟风电 已经超越了核能 这个趋势你搞懂之后 你要来了解台湾到底能不能做 我们来问佑佑 大陆最强的一个产业 是什么类股 你知道吗 茅台 漂亮 就是大消费 好 佑佑也讲得出 除了人美 这个头脑还是很聪明 可能常喝茅台吧 对 刚刚我看到在梁智商 大概有199 大概是我的三倍 小编笑得太美丸貌了 所以你去看 茅台 所谓的大消费 十一住行娱乐 这整个大陆的十一住 如果你有专注做路股 队长要顺便跟大家分享 十一住行娱乐 延伸出去 全部的股票 都走大多头 傲优乳业 对 那个青岛啤酒 说的是这个贵州茅台 那五粮业 OK 那十一住行 我们讲行 五粮业也是酒 对 五粮业也是酒 大陆的酒 有一个产业 五粮业 那住 这个行 这个还有娱乐 例如说 海底捞 海底捞排队排到 不要不要 跟大家讲 这个 板桥大约摆的海底捞 是又又他们家开的 你又看我被抓走了 好一个月营收两千万 一个月营收两千万 等一下一个人排队来问我说 我要去看你把我被帮定位 开玩笑 不是又又他们家开的 是又又他自己开的 好开玩笑 来我要讲的是 大陆能够发展这么大的产业 对 是因为大陆有庞大的内需 所以产业的发展 要跟政府的天时地利 或者是政府的规划有关系 是 你说台湾现在发展 鞋业有没有机会 或者是雨衣好不好 雨衣 好像没有特别的 雨伞 就过去 台湾有一些雨伞 雨衣 或者是甚至讲面板 两兆双新规划面板 后来 因为大陆红色工业 这个产业变成失败了 可是台湾在某一些地方 有得天独化 例如说半导体是 我想风力发展也是 我跟大家讲 第一个台湾四面环海 没有错 台湾四面环海 那唯一一个 没有面海的 南桃 南桃 你怎么知道 我要问这个南桃 OKOK 唯一一个没有面海的城市 欢迎方小雅 欢迎方小雅 欢迎秀秀 按赞分享刷什么 好 按赞分享刷爱心 陆域是有问题的 陆域在2004年 也就是说得上英华为 就在苗栗盖很多 苗栗的这个50MW 现在谁在营运 台电跟台气电 所以台气电 也是一个可以研究的股票 还有8926的台气电 当然还没有讲到那里 这个部分 陆域的28座风场有个问题 盖在你家门口好不好 不好 大家都觉得不好 那垃圾也买场 盖在你家门口 都不好 所以有一个炫光 有噪音 影响这个水土 甚至还有可能议员 然后立委 好 所以我们台湾后来觉得 要发展的是海洋的这个所谓的 离岸风力发电 离岸风力发电 台湾的风场好不好 水深好不好 台湾最少 这个西岸的水深有5到50公尺 风场好不是我说的 我来跟大家说 全世界 前四个 好 全四个 这个 看下几个 来不及了 还是要讲完了 来 风力发电是这样子 风力发电是这样子 叶片转动这个 风转动这个叶片 所以只要早 你吹 你吹 早晚风吹 就会有动能 动能 动能之后 透过法拉丁原理 会转成电能 然后储存起来 透过输配电的电线电缆 所以从叶片 机装 电线电缆 高压的开关 配电 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电厂 风场的营运 所以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 谁把风场飙下来 第二个知道 你要微笑曲线的两端 谁做重要的原物料 谁做重要的风场营运 那你就能知道 这个所有的产业的供应链 那我们今天先讲 世纪刚好 还是要讲一下 冲一下 那我要讲的是 第一个英国 英国为什么要讲 英国是全世界 第一个 发展离岸风力 对 欧洲最大 欧洲的首位 英国有一千多只风机 然后有两千多亿的一个风场规模 好 英国四面环海 跟我们一不一样 一样 一样 就像产业队长跟 莎姆斯庞德一样帅 这样子 大哥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对不对 停不下去 对 我要自封为这个中山区的 James Bond 你不是上礼拜 我是大安区的彭于怨 不要再闹了 好 再来第二个丹麦 91年 91年 欧洲第二大的市场 丹麦是政府支持 政府说 2030年就要有50%来自风力发抵 所以丹麦是政府支持 再来 德国也发展了10年 也是一样政府支持 OK 所以英国 德国 中国丹麦 中国财力雄厚 对 那我们台湾财力也很雄厚 我们台湾的外汇存底 也是世界排名 世界排名 所以这几个东西 环境的优势 海岸现场 风场好 我们台湾的风场更好 那明确的政策 这个部分我们都有 嗯 那又又听得懂台语吗 嗯 所以又又的祖先 可能来自于福建 我们台湾有七成的祖先 来自于福州 福州 鱼丸 福州 意面 我们有吃过 有 有啦 所以只要观众朋友 是讲台语的 不管 当然我们大部分的人 祖先还是来自福州 如果福州能做 嗯 台湾为什么不能做 这跟蓝色绿色没有关系 嗯 这个红色是NASA做的 美国做的 全世界最好的风场 哦 24个有16个在海峡两岸 嗯 所谓峡管效应 简单说 吹喇叭 或者吹直底 那个管弦乐 对不对 嗯 是不是 音乐很小 声音可以穿很远 我懂 就像你走在大马路上 跟走经过小巷子的时候 是的 你会觉得从经过小巷子的时候 风特别大 OK 又又已经贯穿了这个 所以此事无关风雨月 你看大陆在平潭 大陆在福建的上海 对 大力的推动整个 包括在2030年要有300万千瓦以上的风场 嗯 所以福建省规划 嗯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大陆在江苏跟福建 这个规划后的一个前两大 嗯 所以只要福建能做 其实 峡管效应台湾海峡的两边 嗯 台湾一样是得天独 好 好 那 嗯 当然了 这个 下一次再跟大家讲产业前景 那 应该说我觉得 风力八变 刚刚大哥 队长有讲说 因为这其实跟政党真的无关 对 因为它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全球趋势 那更详细的报告呢 就请大家 你知道我们为了 因为毕竟我们有订阅的内容 所以同学如果想要看 更详细的内容呢 可以撒调我们的QR Code 然后看我们数位订阅里面 一些免费的 没错没错 那今天其实本来想要讲完的是这个 做这个 在台北港 跟新达港 这两个港都有两间公司 一间是中钢 一间是四季港 是 在做这个水下基础建设 那下一次再跟大家做分享 好 那 呃 这段时间 我想 大盘整理时 哦 股票研究日 你把过去所学的 好的股票拉回整理的 那 呃 当然我认为 四季钢 明年可以赚十块钱 好 那做一个区间操作 如果股票有拉回到月线 嗯 可能拉回到120 130 甚至拉回到100块 就可以有这个报酬率的空间 嗯 现阶段位置 我觉得大家耐心等待 也不用急躁 也不用急躁 把心静下 那 上午跟永冠 有机会再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这边 祝大家投资顺利身体健康 谢谢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YK